大家好,我是小燕同學 拿在我手裡的是一台萊卡MP的膠片相機 在數碼時代,到現在還在使用相機 有的人說是一種情懷,有的人也是為了某種堅持 那膠片像這台1355的 大家還記得嗎?我們的膠片是長這樣子的 而這個是中畫幅的,我們當然還有大畫幅的膠片 那麼膠片在數碼時代,它最終還是要被數碼化 我們現在就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那不管是怎麼樣,我們拍完以後,膠片它總是還要洗 首先一步它是要把它洗出來 把膠片洗出來以後呢,它會轉成一個底片 這是我們大畫幅的一張底片 這個呢就是中畫幅的底片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距有多少 然後這是1355的底片 那這些底片在前數字時代,也就是膠片時代的話呢 它都會在暗房裡進行放大 進行採訪,或者說是暗房的這個黑白的一些 一些處理,來成為最終的一張照片 那麼現在呢,是數碼時代了 那麼所有這個暗房的一些處理呢 它就會變成通過數字和電腦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呢,從膠片變成數字當中是有一個過程 那麼我們首先是需要進行掃描 那這個問題呢,我們後面也會專門錄一集來講 不管是掃描也好,還是那個翻拍也好 我們始終就會把膠片把它進行數字化 門檔的這個數字化 數字化了以後,我們才能在電腦上進行一些很多的操作 那麼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非常有用的 Lightroom的一個插件 通過這個插件的這個使用呢 我們可以更準確的獲取膠片的圖像和顏色 然後更方便的進行對底片的進行管理 好,下面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軟件是怎麼操作使用的 我們一定要講的這個插件呢 就叫NegativeLab Pro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Full Lightroom的一個插件 我們來到它的一個官方網站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段小視頻 小視頻呢,會介紹你是應該是怎麼樣去使用這個軟件 我待會兒也會說 那麼另外呢,它還有一個可供提供下載的一個插件的鏈接 我們點我們點擊鏈接呢,就可以來到這個下載的這個頁面 那同時要注意呢,它這個插件呢,它是付費的 所以呢,如果沒有付費註冊的話呢,它只能轉換12張底片 同時呢,它支持Literium6以及LiteriumCluxCC以上的版本啊 老版本呢,它是不太能夠支持的 好,我們現在下載完了這個插件 那麼它其實在系統裡面呢,它是一個應用程序 我們雙機應用程序呢,它就可以自動的會把這個插件安裝到 Literium相應的這個合適的這個目錄裡面 好,現在我們已經把插件安裝到Literium裡面了 我們打開一個新的這個Catalog文件啊 那麼它會在這個文件系統裡面呢,會增加一個命令 然後命令裡面,你會發現增效工具欄裡面 它有這個NetGaveLab Pro這三個命令啊 多了三個命令 好,我們現在用一些照片來做一些實驗呢 好,我們導入 我們已經準備好的一些文件 那大家注意到,這個文件的BTT掃描成一個 正片的一個數字檔啊 就是,就掃出來就是一個看上去就像底片一樣的一個 一個數字文件 而不是用傳統的這個方式 用掃描儀把它 复片掃描的方式變成一個正式的照片啊 呃,我們把這個掃描的方式叫做复片正掃 用复片正掃的方式 好,導入進來 導入進來以後呢,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們這邊準備了12張照片啊 它正好是一卷啊 都是這種黃黃的這種复片的這種格式啊 那麼,我們看一下 呃,我們選中一張照片 那這就是我們掃描出來的得到的一張啊 比較原始的一個TIFF文件啊 掃描出來都是TIFF格式的 那麼,這種這個格式的這個文件呢 實際上它是一種附像的這種這種效果 那麼我們現在需要得到一個正向的一個效果呢 我們要做幾件事情 我們現在首先轉到這個修改照片的這個 呃,模塊 然後呢 在基本裡面呢 我們選擇一個吸管啊 我們來就證一下這個 呃,掃描文件的白平衡的問題 那它本身就有 存在一個白平衡的問題啊 這塊是白色的應該是白色的區域 那我們點一下啊 我們點一下 然後把它的排平衡一個校正過來啊 這才是這個這張附片所應該呈現的一個一個效果 然後呢 我們把它採檢到一個呃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這個大小 它的旁邊那些框框啊 邊邊角角呢 其實都是不需要的 我們只需要照片的呃 本身這個區域範圍 所以我們把它框選出來 採檢出來 好 那麼這裡我們要跟大家講呢 就是呃 按照正常的這個嚴格的這個啊 操作流程 按照官方的這個說明呢 我們首先呢 是要做一個準備的 就是我們要在這個增效工具的這個工具欄裡面呢 我們準備一個叫tif scan prepare的這麼一個這麼一個預備 預備動作 那麼這個預備動作的這個目標呢 這個呢 對主要是用來啊 校正這個照片 啊 掃描底片的本身的這個 這個噶馬值 但你看看大家 大家注意到 它上面有幾個選項 啊 這個有 這個 這個 Epson scan 這兩個用的會比較多一點 另外兩個呢 是用來做其他的一些準備處理的 那麼 就是線性的一個噶馬值 它是呃 一個標準的默認的這個一個數值 而Epson呢 是專門用來給Epson掃描的這個底片 來做一個噶馬值的這個校正的 那麼 噶馬值的校正會影響到整個一個色調的一個變化 大家後面會看到啊 所以呢 我們這邊 呃可以自定義啊 比如說我們可以自定義 選擇一個1.8 那1.8 實際上也是很一個很長的噶馬值啊 那麼 呃 我們這邊 這個選中這個Epson的這個呢 其實也是一點吧 其實差不多的啊 就我們就以這個為例啊 有這個為例 然後下面有個有個選項呢 它是stack和一個subfolder 那麼我們就是 一種呢 就是它和照片合在一起 這張照片合在一起 它會生成生成成一個tif文件 那麼 那麼 第二個呢 它是會save to這個subfolder 就把它放到一個子子目錄裡面 那麼一般來說 我也為了區分的看 區分清楚的話呢 我們把它放在子目錄裡面 好 然後 呃我們選擇這個點擊那個 每個每個按鈕 它就會生成一個 新的經過1.8 噶馬值校正的這個一個tif文件 大家看這個左上角啊 左上角這邊 他已經在準備這個tif文件了 新的tif文件了 那這個文件因為比較大 所以他需要一定的時間去做一點點的這個處理工作啊 那麼處理處理完了以後呢 他就會在這個照片的下面生成一個子目錄 這個子目錄呢 本身呢 呃 他就生會有一個新的這麼一個tif文件的產生 這是我們經過我們校正的啊 大家看 我們 我們 我們現在看這 這是呃 原始的這個文檔啊 這是原始的掃描文檔 然後 在他的下面會 就看到生成了一個 呃 叫做噶馬的這麼一個文檔 那麼噶馬這個文檔呢 他經經過了一番的這個校正呢 就是跟我觀察這照片是有點不同的 但他呢是對針對原始文件的整個一個進行校正 所以呢 其實按道理呢 應該先做這一步啊 我們呃 重新來做一個啊 白平衡的這個這個取色啊 這才是真實的 真正的應該的 正式的白平衡的這個文件形式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所需要的這個區域呢 裁件出來 這個是我們需要進行調整的這個裁件區 這兩步呢 是呃 手工必須要完成的啊 手工必須要完成的 好 然後 我們裁件完了以後呢 這就是我們準備轉換的正式的這個底片的這個圖像啊 這是底片的圖像 那麼然後呢 我們就選擇這個他的正式的這個 這個呢 這個來的Pro的這個 呃 這個插件 那我們用CtrlN這個快捷鍵呢 也是呢可以做做到的啊 CtrlN 那麼 呃 這個這個這個插件 它它是在那個文件這個增效工具的這個裡面的啊 大家看 他會點一下 他會出來一個 呃 一個對話框 那麼因為上次我用的是黑白的這個方式 他所以記住了上次的這個方式 他是一個convert就是轉換的這個意思 那麼在sauce裡面就是來源裡面呢 這圖像來源呢 他有好幾個啊 呃 這個tiff呢 是是普通的平盤撒描 然後他還有個viewscan的另外一個 什麼軟件的一個撒描 Digital camera呢 是一個數碼翻拍的一個方式啊 所以我們選擇tiff scan就是標準的一個平盤撒描的這個方式 然後在在色彩模式 Color Mode裡面呢 我們可以有好幾種 一呃 這個上次因為我是用白加黑啊 默認的呢 是這個呢 啊 Basic和那個Frontier呢 基本上它也差不多 然後呢 它是啊 就是有些對比度呢 有些不太一樣 但色彩模式呢 基本上差不多 我們這次這裡呢 選擇這個Basic的這個呃 色彩模式來做一個處理 好 下面呢是預保盒處理啊 就是我們提前做做一些飽和度的這個調整 那默認的話呢 是三啊 就是標準的 或者說默認的 那麼他有的人呢 他喜歡更更清淡一點 他可以變得low和verylow啊 非常低 有的人喜歡高飽和呢 就選5要high那個 呃 我們這裡還是選那個 default 啊 這個border buffer呢 他其實實際上是對這個邊框的一個部分 進行一個預處理 所以呢 他我們一般的默認的是留5%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呢 全部設置完了以後呢 我們點按convert negative 就是轉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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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啊 我們點點擊 他有個有個算法和處理的算法 好 你看就就直接就轉過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一 這是一張正常的這個色彩的照片啊 但是呢 那他這個對話框還在呢 因為是他是可以做這個轉換後的這個調整和編輯的 那麼他這裡面呢 這個呃 會有一個一些選項 比如說這個第一個呢 就是就是色調 色調裡面有很多選項 他默認的應該是一個標準選項standard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顏色會不太對勁啊 默認的這個選項色彩不太對勁 那更深的這個選項 然後還有連連平比較平的這個選項 他都會比較平 然後下一個呢 是ohard 就是對高對比度的一個選項 然後 allsoft呢 是一個做了一個柔化處理的一個平比較平的也是一個比較平的一個選項啊 然後highlight這個hard呢 就是高光部分做高對比度的一個處理 然後highlight的soft就是高光部分做軟化處理 然後shadow就是這同樣的意思啊 這是在做那個陰影部分的這個處理 所以呢 所以呢 這裡面呢 我們都可以去選啊 就是挑自己比較覺得比較適合的這個這個色調模式啊 我們去可以選一個 呃 一般呢 這個想說 allsoft啊 那個零內啊 都都是非常還是不錯的 然後零內啊 flatten呢 有些人喜歡比較平的這麼一種效果 其實也是也是相當不錯的 膠片出來的這種平平淡淡的這種小清新的這種風格啊 都是都是在這裡可以選擇 但是你在 在那裡面呢 可能一般都是不對的 那可以注意到這個顏色就會偏差的會比較多一點 啊 那麼選完色調以後呢 我們下面其實是有這個六個選項是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調整的 呃 比如說我們可以增加和減弱這個明暗的這個這個情況 我們也可以對對比度進行調整啊 大家可以注意到對比度越淡它就越暖啊 然後對比度如果越高的話呢 它就會體現一個很冷的一個一個調子啊 這個是膠片它本身獨有的一種特性啊 這個對比度它不光光是增加對比度它還把色調的這個調性也全部會會做一些改變 對 對 那麼 我們可以發現說這個 其實在這個膠片的這個數數碼後期的調整裡面呢 這個對比度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選項 那麼在lite裡面呢 它主要是針對高光部分進行那個調整 dark是對對陰影部分進行一個調整啊 然後 呃 那個white呢 它是對白色的就是那個亮補啊 整個畫面的亮補 這是black呢 是針對暗補進行調整 那麼這幾個選項呢 其實也不是都要都要去調整的 呃一般來說掃描儀比較準確 顏色比較 呃還原度高的話呢 我們不用 調整的太多啊 因為 呃 膠片它本身的它的 這在後期數碼的這個空間裡面呢 它調整的這個範圍呢 並不是特別的多 所以 啊空間不是很有限 所以我們可以適當的做一些 調整 它對這個顏色很美感 那麼下面的兩個呢 是兩個副選框 Soft Hard Hi Soft Lower 那就是在高光部分和陰影部分呢 做一些柔化的這些 呃軟化的處理 而不是啊 變過度很生硬 那麼下面呢 就是調整色彩 那麼色彩 他在2.0這個版本裡面 他增加了一個 AutoColor2.0的這麼一個算法 那麼這個算法呢 改進了1.0的這個版本的一些 讓他顯得更自然一點 那麼他默認的是None None的話呢 就是沒有這個這個色調的變化 大家會覺得說 哎這個好像這個顏色有點問題啊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他 2.0那個自然的這個這個選項 那麼自然色呢 他會自動的去 處理啊 如果你覺得太冷了 你會可以調整到這個 Warm 然後呃如果太 呃如果太覺得太暖的話呢 他也可以一個 cooling啊 都可以調整 大家發現這個變化還是蠻明顯的啊 啊 我們還是選回那個那個那處啊 那麼下面呢是色調和他的這個 呃 力度啊 就是這個這個顏色調整的這個力度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們左邊啊 右邊左邊都調一下 就可以發現說其實他的改變是非常巨大的 主要是一些色調方面的一些改變 呃 會有很大輔助的這個變化啊 我們不僅有偏冷有偏暖有偏 藍姿有偏那個紅綠 所以呢我們是在通過這些這個參數來調整整張照片的一個不同 那麼他調整了以後就會被customers 然後我們覺得還是這個那就比較好一點啊 所以還是選擇那時候就比較多一點 那1.0的其實沒有什麼 那標準的話呢實際上還是有點需要調整的 那他裡面呢還有針對柯達和富士的這個膠片 呃以及這個sign steel的這個膠片的這個專門性的一種調整 比如說腹肌啊 他會覺得哎會相偏偏綠一點啊 柯達也稍微還好一點 呃所以呢這個啊 那根據個人的算法不同 那麼大家挑自己喜歡的東西啊 好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就有一張照片就啊 覺得也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基本上已經調的相對比較準 而且顏色就相對比較準一點 啊 那麼我們切到那個我我們呢 我們看一下就我們 那麼下面呢是一個sharpen 就是一個銳化的一個選項 啊 默認他有一個scan 也有lab 又off 啊 還live as a set 就是按照這個預設來做 那麼scan呢是專門針對平板掃描儀的這麼一個優化的一個銳化的這個效果 嗯 那麼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save他的這個setting 那麼把setting保存下來了以後呢 我們以後就可以反覆的這個使用了哈 我們先保存下來了 然後下面一個make a copy 就是製作一個副本 我們選中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啊 是tif格式的副本呢 還是jetpack的副本 呃 我們覺得子目錄裡面呢 相對來說分的比較開的話呢 會比較好一點 看上去比較清晰一點 ok 我們就把它放在子目錄 然後apply 那apply了以後呢 他會對按照我們剛才的設置呢 進行一個新的一個調整 同時生成一個新的tif文件 我們來看一下在圖庫裡面 新的tif文件在哪裡呢 就是在Gamma下面 在Gamma下面的一個原始的一個 新的一個文檔啊 那麼Gamma大家剛剛知道啊 是我們剛才經過Gamma 準備了一條調整了以後的一個 一個預設的一個 預準備的一個文件 然後這個positives呢 他就是我們最終的需要一個 需要的調整完的轉化完成的一個版本 那麼這個版本呢 實際上是就是普通的一個tif文件 我們在laterroom裡面 我們可以按照我們的這個喜好呢 就像調整普通的數碼照片一樣 對他進行調整 比如說我們白平衡做一些自動處理 對 這個自動處理 然後讓色調自動處理 我們可以做一些啊 這個暗部細節的這些 這種調整啊 這個都跟普通的這個數碼照片就一樣了 但是啊 他 並不如啊普通數碼照片那麼有大的調整的這個余地和寬容幅度啊 我們之前也說過了 基本上呢 他是啊可調整的余地並不大 主要是這些色調什麼的 因為在前期在膠片本身 他就已經幫你已經固定好了某些啊 這個東西了 那麼這個是x5掃描的 我放大以後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他的這個啊 細節啊 呃質感保留的還是相當不錯的 那麼他做一個高速的這個轉換工具的話呢 他不是一張一張 不僅僅是一張一張可以轉換 我們可以選中 多張啊 我們都選中多張以後呢 進行轉可以同時進行轉換 啊 比如說啊 比如說這張 但是在轉換之前呢 每一張都需要做這麼一步 就是白平衡的這個啊 取白以及他的這個裁切啊 這個呢 是要手動完成的 那麼手動完成了以後 你看比如說這張他還反了 反過來了 那我們把它轉過來 然後再通過啊 這個掃描啊 這個取白平衡 然後再裁切啊 裁切到我們所需要的這個 呃位置 對 那麼才是我們可以進行轉換的這些一些 啊正式的一些文件啊 嗯不是說我直接拿掃描後的這個底片文件 我就直接可以進行轉換了 那這樣的話呢 顏色肯定會會出錯啊 裡面因為因為有白長有黑長 好 我們同時選中好幾個文件 然後快捷鍵 Ctrl N 那麼他會保留上一次的我們調整的這個這個這個設置啊 就是這是上次設置 我們這次呢我們呃來試試看Color Mode 我們用那個啊 Frontier 我們來試試看啊 Frontier 這是什麼效果好 轉換三張 那三張呢 他是通過一個批處理的這個效果呢 他是可以同時把它轉換過來的 那這邊我就不做那個Gamma交正了啊 大家直接看就行了 好 三張就交正過來了啊 跟旁邊的分的很清楚啊 完全不一樣 那麼三張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對這個照片進行一些啊編輯啊 這個他的一些色帶的編輯 但是這三張呢 大家要注意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首先是針對我們選中的第一張進行編輯的 後面兩張他在這裡面是沒有作用的 我只針對一單張就是第一張選中的那張照片進行編輯 我們可以進行色帶的調整啊 我們可以進行明暗的一些對比 包括那個測彩模式的一些調整啊 全部的調整完 我覺得哎 這個感覺好像還還不錯啊 調整完了以後呢 我們下面多了兩個按鈕啊 sync settings sync sense 啊 那麼我們點擊sync settings 他就會同步所有的這個設置啊 同步所有的設置 就是把設置同步到三張選中的照片裡面去 對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照片就跟剛才發生就比較大的這個變化了 但他都是按照第一張照片來的啊 然後呢 還是沒個 copy啊 還是沒個 copy 那麼 我們還是把它放到那個子幕錄裡面去啊 怎麼裡面好 Apply 那麼這三張照片呢 他就會自動生成了三張已經調整過的照片 這個positive裡面我們都在對都在這裡面啊 好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 嗯 這樣的話呢 就從文件結構上面說 其實是很清晰的啊 我們三張照片把它放大來看啊 都都很不錯啊 我們可以單獨的在登對每一張進行調整啊 這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剛通過剛才一系列的這個操作和演示 大家可以發現 Negative Lab Pro這個插件 其實對於我們的這個底片的這個管理 以及這個呃 底片的數字化的這個應用色彩的校正 其實是非常的快捷便捷啊 他比傳統的我直接用掃描儀把它轉化成正片的這個方式呢 其實我覺得有更大的這個靈活性啊 希望今天的這個視頻能夠幫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